今天我们对于人才的这种定义 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比如说Hypo的概念 就所谓的高潜质的这种人才 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每一个组织 都被迫放在一个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 你要么跟上跑步机的速度 要么被跑步机甩出来 所以它必须要具备一个强大的 可持续学习的这种能力 你要学习能力很强 你要一直在学新的东西 需要有好奇心 你除了你自己专精的一个你的才能之外 你可能要培养一些其他的技能 这里是一课TUX职场三人行 我是胡桃帮帮创始人 也是求职训练专家张晓桃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两位老师 一位是万博宣伟中国序的董事长 直来直往的嘉宾 也是天下没有陌生人 这本书的作者刘希平老师 大家好 我是刘希平 还有一位是人力管理专家 HRROOT创始人唐秋勇老师 大家好 我是唐秋勇 今天我会和两位老师一块来聊一聊 在这个裁员潮的大背景下 90后的年轻人如何提升职场的竞争力 而且能够实现从优秀员工 往优秀管理者的一个跃迁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站在人力管理的角度 这个裁员潮对于人力市场 它的影响到底会在哪里呢 裁员呢 它其实本质它是一种经济现象 当这个经济处于下行阶段的时候 企业它对于未来有着不好的预期 或者它当前面临的一些经营状况的时候 它要去薄减成本 这个时候就导致说 一些在职工作的人员 他可能会流向到市场上去 那经济结构调整 然后肯定产业结构也会有调整 这个对人才结构也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两位老师认为 现代的人才为了适应未来企业的发展 未来人才市场的一些需求 它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 今天我们对于人才的这种定义 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 这其实是21世纪 在这个管理界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 就比如说hypo的概念 就所谓的高潜质的这种人才 那么在过去我们对一个人才的定义 相对来说是静态的 比如说今天我要招这个人 我发现他具备这个能力 适应我这个岗位 可是因为经济大环境 以及我们企业自身所命名环境 在不断地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是在不断地加速 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 每一个组织都被迫放在一个 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 你要么跟上跑步机的速度 要么被跑步机甩出来 所以你就需要这个人才 他需要更多的 比如说他需要更好的学习能力 他需要不断地去感知 外边世界的这些变化 同时来改善他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必须要具备一个强大的 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学习的这种能力 同时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他也有很强的这种自律性 同时他要有很好的适应力 他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工作方式 适应工作环境的变化 适应商业环境的变化 等等等等 我听邱龙老师这意思 就是适应未来需求的人才 一定是能够自我成长性的人才 我来补充一下 就是第一个其实 你身体健康其实非常重要 但这个大家都会去忽视了 其实你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 这是一个你的硬件 你一定要保持好 其实你很难去做 不管长时间的工作或干嘛 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因为健康不好 甚至猝死等等的 其实健康的身体是一个基础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第二个像他刚刚讲的就是 你要学习能力很强 你要一直在学新的东西 要有好奇心 还有一个他刚刚也讲到 就是沟通 大家可能觉得沟通不重要 我是做编码的 我是干嘛 我干嘛学会沟通 其实有时候你不会沟通 你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 人家也不知道你会什么 那同时间你怎么去表达 你要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沟通能力是很重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做过一个调查 对全球五百大的企业 那个CEO做说 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有70%以上的人告诉他 其实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人脉 所以你一定要建立好你的人脉 这个非常重要 尤其你要什么有工作的话 我看到智联招聘 好像有一个数据调查 就是你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找到工作 通常有70%是别人推荐 你的朋友或什么去推荐的 而且你有人脉的话 你不懂什么事情 你知道去哪里去问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现在大家都是那种斜杠青年 你除了你自己专精的一个 你的才能之外 你可能要培养一些其他的技能 对刚才两位老师都特别强调的 其实都是软技能 我发现两位都没有说到 特别硬的技能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我认为可能硬技能 就专业能力会让你走得很快 但是软技能会让你走得更远 是而且你要是尤其在现在这种变化这么快的环境下的话 你软技能要更丰富一点的话 其实你可以面对不管是有所谓的裁员潮 或者是什么市场的变动 你可以很快地去适应它 去接受它 然后你去面对它这样子 那在企业管理的过程当中 现在因为90后00后这批年轻人 他们自己也会对于企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它和之前10年20年前还是不太一样 而且现在管理界特别流行 一个词叫负能 那从企业管理的角度上 两位老师认为怎么样做 可以更好地给这些年轻的员工去负能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 你要在企业里面 你要创造一些改变 第一个 领导作为领导的人 你要告诉人家 这个愿景是怎么样 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改变 让你常常去说 去提醒人家的沟通 那第二个就是 领导人一定要以身作则 你说什么你一定要去做 第三个是你要一些奖励机制 就是你要讲一些 人家表现了这些新的东西 你要学到了新的技能 他要获得什么的奖励 不管是不是有奖金 或者他的考评会好一点等等的 这些是很重要的 你才能创造一些改变 就可能会更好起来 这应该是一个从管理哲学角度来说的 一个本质性的这种变化 在过去工业时代的时候 我们其实对于人的假设 是人是消极被动的 就这个人我们必须要去强制他去 那个时候最过分的就是流水线了 对吧 今天在素质时代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样的方式 对于现在的员工 肯定是没有办法使用了 那我们需要转变我们的这种 基本的这种管理哲学 赋予他一定的空间 然后给予他充分的协作和创意的 这样的一些工具和场所 除此以外的话 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些 比如说激发他的兴趣 激发他的这种创造力 激发他的这种 比如说经验度等等 这样的一些这种方式 那我们对于人的假设 不再是消极被动 而应该是积极主动的 也就是这些人本身 他应该就是能从他的这种工作之中 能够获得乐趣 他愿意就是主动地去做 他自己感兴趣的这种事情 他愿意去做一些事情 能够获得一些成就感 所以对于这一代人的管理 如果我们还在用 实际时代的这种管理方式 显然来说 你没有办法去管理和驱动好这些人 没错 其实在管理学上 有一个著名的 这个组织管理的模型 羊三角嘛 他是说你对员工要做到三点 第一点是让他能干 才技能符合他这个职位的需求 人刚匹配 第二个是他愿意干 那就是刚才 邱永老师说到的动机 内驱力 第三个就是他可以干 你要给他创造一个环境 放权 给他足够的空间 给他一些资源 让他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实现 所以这个可能是 今后企业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从过去的那种粗放式的管理模式 转到现在因材施教的 能够主动的放权 能够主动的去让 去成就员工 这样一种管理的模式上头来 就我们现在讲就是在培养这些管理人 就将来的管理阶层啊 或是什么的话 从六个维度来看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 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 为什么一直讲健康很重要 你这人是不是很有充沛的活力 第二个就是 你是不是有智慧的 智慧跟小聪明是不一样 人家觉得 你很有心机或干嘛 其实这个人家 这个人可能是小人 我不太会相信 所以你有很好的学习能力 你是不是就是 你的知性能力 你的智慧 这个我们会回去看 第三个就是 你在感情上面 是不是会有很丰富的感情的 大部分来讲就是说 他能够去表达他自己的感情 或是干嘛的话 大家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人 这不是一个什么什么 那种很冷血的 就是要有那种丰富的感情 第四个是 社交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 你不只是面对我们员工 你将来是一个管理人 你可能要跟你的合作厂商 你要面对客户 这社交能力也是一个 我们在看这个人 是不是做管理的 或者我们要去培养他的 还有是什么 这个人是不是很有个性的 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看 你放眼现在 包括在中国 包括在国外 比较好的这些CEO 其实都是很有个性 个性很鲜明的 他的个性 其实也能够帮公司 带来一些好的一些方面 不管是形象上 或者是业务上 还有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有那种道德感 你的价值观是要正确的 大家才能跟着你走 我也会跟别人讲 你去一个企业 如果发觉他这个 道德上有瑕疵或干嘛 这个一定做不久的 所以可能是这个六个维度 是我们在培养一个管理人 才要去培养的这些东西 就刚才新闻老师特别好 提出了六点 因为现在你想想 年纪最大的90后 他其实已经到了 该当爹妈的年纪了 95后也已经进入职场了 那他们以后一定会 竞生成为中流砥柱 竞生为管理者 那两位老师认为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 他要再往前一步 他的核心竞争力 应该是在哪里呢 现在的人 你会发觉现在年轻人就是 学习能力真的很快 而且他们接触的知识面很广 有的时候真的是 他们可以教我 我们常常去跟他们去学 学这些东西 这是第一个 像我刚刚第二讲的 就是他们的创业精神 他们会去追究他的热情 或是他要实现他自己的情 我到底能够再做多少 然后他们有一些胆识 他们会去表现自己 或是干嘛 他也愿意去做一些这些事情 现在人的那个价值观或什么 可能比以前的好 或者他们学习能力强 他们看的比较多 他们会有一些很好的 不管是礼仪规范 不管是审美 可能都比原来的就强比较多 那当然你要去符合 这些年轻人的这些要求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那个颜值是很重要的 包括你产品的颜值 真的就是 因为他们审美变强了嘛 那比我们都还强 所以他们现在这方面都可以很快的 就比原来的差别比较大 这些可能都是他们的一些核心竞争力 而且我观察了一下 就是这一批的年轻人进入职场之后 工作个几年 他们差距真的会拉开得特别大 那两位觉得作为企业或者组织来讲 从提拔人才的角度上 具有什么样特质的 或者具有什么样能力的人 你们会更愿意去提拔 首先就是说 他提拔就是可能要晋升一个层次 比如在经理这个层次上 或者在总监这个层次上 那么他对于人的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看这个人本身 他有没有一些进取心 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是说 这个天生他就不愿意做领导 或者就不愿意去承担一些责任 然后第三个来说 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人的敬业度吧 所以基本上这也是 就是大部分企业去衡量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所谓的高潜质人才的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吧 这是重要的三个维度 那我觉得这还是有点像用户思维 就是你到底为谁提供服务 你到底为谁创造价值 你就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今天就非常感谢确永老师 感谢西平老师 跟我们对谈了这么长时间 也给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给到年轻的职场人 再次感谢大家 今天我们职场三天行就到这里 再见 感谢大家